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今天我们要来聊 平均地权条例不是通过一阵子的吗 那对于通过后到底会是怎么样 或是下一步该怎么做 各方都有各方的说法 那我就看到一则新闻 想来跟大家分享 平均地权修正后应调整金融管制措施 日前立法院针对平均地权条例修正 已于民国的112年2月8号修正公布 此次修法内容主要以 限制预售屋新城屋换约转售 重罚炒作行为 建立检举奖金制度 新增管制司法人购屋 及预售屋解约登陆制度为主轴 目的则是在于 健全我国的房市市场机制 条例修正前后 预售屋市场已产生预期新理 导致预售屋成交量大幅下降 由于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条文公布生效 相关执法目前尚需带 内政部延宁 政府应趁执法尚未上路的几个月内 作为观察期 除了依据房地产市场实际情况 且在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条文抑制的范围内 调整执法内容以外 更应注意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实质的 经济管制措施 举例而言 我国中央银行先前于2021年 12月17日调整购地贷款规范措施 规定借款人应在一定期间内动工新建 并且以18个月为最常实现的原则 此措施的目的在于 避免银行提供建商用以买地建筑的资金 入入囤地两地的裁员 然而近年来因疫情影响 银建造价飙涨与缺工的问题 已成为现今建筑业的常态现象 随着外国政府升息的影响 对于建筑业者营建成本与资金压力 更是不减反增 那上述建筑业者所遭遇的实际问题 中央银行已随着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正 在今年的2月7号增订并公告 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业务规定 其中在购地贷款规范中 除了人维持动工新建以18个月为最常实现的原则 并另外新增了不可规则借款人因素 并举例如受疫情等大环境因素影响 而发生缺工缺料等情形 致影响动工时程 或因建案特性不同 像是建案规模、建筑法规、规范要件差异等因素 致影响公务机关省造时程较长的例外规定 让建商能在这些不可抗力的因素下 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缓冲 避免资金锻炼 然而有什么情况会构成不可抗力因素呢? 仍然还有赖于个别银行、金融机构 对于个案具体市政的认定 而各金融机构在受金融主管机关高度关注的压力下 一般采取偏向保守限缩的认定方式 建议政府应是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正情况与市场变化 在执法尚未推出的期间能考量 适当放款在18个月内动工的原则性规范 或者为更明确的指引 以避免中央银行虽有此一例外规范 但却因各种实际执行的因素 之前述规定沦为装饰品 那本次平均地权条例修正目的在于 透过明确的禁止规定与 罚则排除任何无论是建商还是消费者 以不正当手段炒作房价的行为 借以导正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机制 然而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正的目的并不在于 使建商无从筹措营业资金来源 或使建商因不可规则市由而来遭认定于其动工 倘若政府在本次平均地权条例实行后 因为能依据房地产市场实际状况 调整金融管制的配套措施 则将导致中小建商因无法遵守限期动工的规定 或因合理资金来源锻炼而造成倒闭 反倒缩减了房市攻击者与竞争者的数量 且对于已购预售物资成购户造成损害 此对于我国房地产市场而言 因不是政府及消费者所乐见的情形 平均地权条例啊 18个月这个管制 我们之前就有讨论过 是不是应该要放宽 就是对于中小建商会比较好 才不会造成大者和很大的状况 可是我觉得他现在放宽的条件 有点奇怪 我觉得他开了一个例外的感觉 要不然就都放宽 不然我觉得这样反而更奇怪 对啊 就是例外条款嘛 他没有去修改明定的18个月 然后让说你有特殊状况的话 或者是说你的产品比较特别 那怎么认定 也就是说 是不是又是送钱的时刻到了 还是怎么样 或是搞关系的时刻到了 因为这个又变成是 如果说你是中小型建商 你对于政治力的掌握 不一定会比大型建商来得好 那这样子是不是可能造成说 可能你跟政界的关系 没有绑得这么的密 没有那么的错综复杂 所以你很多东西必须得照规定中 那有的可能比较大型的建商 或者是说跟政府关系 稍微比较好的建商 他是不是比较能够有机会 拜托帮忙一下下呢 你就会留这个空间 让人家去遐想 那这样子的话 真的是对整体来看是好的吗 你又会觉得到最后 可能是很大的建商 他其实不缺的建商 但是他拿到了这个条件 那你很多乖乖的小建商 你拿不到这个条件 当然一开始政府的本意 当然是希望说 能够经由比较好的评估 来去做一个妥善的处理 让这样的状况能够不要说 去压迫到比较特殊状况的建商 但是问题是处理这些事情的是人 是在地的人 他可能会有一些人情上的压力 先不要讲说 他是不是一定会让你过 就是说你可能有出去吃过饭 有认识一下 那你比较认真一点点 这样子的状况会不会有可能发生 这个就很难讲 或是说你的亲戚 谁可能跟刚好这个建商有认识 人家就是说有拜托拜托 你可能听到了 那一点点的人情压力 会不会对你造成在执行上面 有微微的偏颇 这个你就很难讲了 所以像这样子的特殊条件通过 就像之前说 我们所有的预售屋 你在平均地权条例通过之后 你是预售屋不得转卖的 但是某些状况除外 对那些除外条款 到底怎么样认定是比较好的 而且最后的认定又是人 总是觉得这个东西 感觉是有关系就没关系 还是你会这样想 你没办法想说 大家都很公正 你比较难 你还是会觉得说 这有关系就没关系 因为这个他没有一个很明定的标准 那这样是好的吗 感觉也没有到太好 我觉得与其这样的话 你不如在这个时间 全面你给一个期限 比如说从18个月稍微往后拉长一点点 因为你本来也是要控制囤地的问题 那但是你也想一件事情 我觉得政府应该也很清楚 就是说如果在这个状况下 现在的景气状况下 能够囤地的大概实力也是蛮够的 它不一定全部都要靠银行 到最后这个实力比较大的 体质比较好的建商 它跟银行的关系其实也特别好 它要取得比较好的资源 它都有办法 那到最后结果 其实可能跟当时在立法想象的 会有点不一样 对啦 它的确是有一些问题 依照我们讲的这种审核应该是过的 可是你看到它可能是一个大型建商 那中小型建商可能同样的状况 可是却没有人被注意到 然后就没有过 你可能在业界才会听到这样的风声 它没有过 为什么那家大建商可以过 同样的条件 不知道啊 关系啊 就难免你会往这样想 所以最好的方式 当然是你暂时性的把这个时间 比如说在几年几年内 你把它时间延长 也许这样子的话 对于中小型建商它去做开发 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不过讲实在话 现在整体的房市交易量是在下跌的 所以也就是说对于建商来讲 它的伤害不只是说 你今天限缩它贷款陈述 或者是说你限期开发 还有一个市场的一个问题 等于说是很多项目不利的因素 对于建商是有一些打击的啦 当然刚刚讲这个限期开发 也只是其中一项啦 那是不是说 那你就干脆就限定到底 那也是可以 也是一个标准 但是你是不是要放松 当然这也是一个标准 但我们购物人 消费者的心态来看 其实我们比较不希望的是大者很大 在这个定价权被比较大的建商拿走 希望还是有一些中小型的建商 有竞争力的建商 来为市场提供一些更高CP值 跟一些竞争力嘛 那这样受惠的才会是 我们要买房子的人嘛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防老吉 拜